吴玉生、陈秀卿等29文临时提案 有建议行政院卫生署曾在97年委托研究 探讨国际间医疗使用管制药品的管理制度及规范的探讨 却因没有人投标,造成该研究计划停摆 但近年来不效人士应用化学技术以合法掩护非法 从救人的感冒药当中提炼出犯罪使用的麻黄素、假麻黄素 以制作害人的安非他命 显见我国医疗管制药品的管理制度及规范出现漏洞 为杜绝安非他命毒品的攻击以及为我国反毒的国际形象 要求卫生署应该会同经济部、国贸局、财政部、关税总局、内政部警政署、法务部调查局 尽速重启国际间医疗使用管制药品、管理制度之规范的研究 以作为我国日后修订相关法令之参考 是否有当进行公决